知名连锁餐厅德州先签牛排的创始人罹患新冠肺炎后 不堪耳鸣等后遇症的折磨 惊喘已经亲身寻短 捡烤城暗和色 上头还流着肉汁 美国知名连锁牛排馆在全球有超过540家分店 日前传来不幸消息 创始人兼首席执席官肯特泰勒 在罹患新冠肺炎后亲身过世 肯特在确诊新冠肺炎后饱受严重的耳鸣等后遇症所苦 他的家人表示最近几天他的症状变得很严重 让他无法忍受最后选择结束生命 事实上根据国际听力学期刊的研究指出 大约有八分之一的患者康复后出现听力障碍 代表病毒可能影响了中耳 耳瓜等听力系统 新冠病毒影响了人体全身的器官令人痛不欲生 这令孕妇也得特别的小心 日本就发生了首例新生了确诊新冠肺炎的案例 所幸这一名出生后就确诊了婴儿健康状况没有问题 疑似为母子垂直感染 过去意大利就有研究指出 新冠病毒能够穿过胎盘感染给尚在母体中的胎儿 对此专家表示 虽然孕妇传染给婴儿的几率很低 症状也不会太严重 但还是得留意自身的健康状况 做好防疫工作 记者不叫醒不倒